好用汽車刀在哪裡買 下方的一些點進去 商品你拉滿目 這罐錢好用 保管你能用只有讚而已 下單位移植 白同學 哈囉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拍攝一個題材就是說 這個精油剝落的部分 這樣怎麼噴接 有很多同學在問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不要學 讓你們知道那個原理就好 開始 首先 我們這張車子 十幾檔之後 它一定會出現這個問題 這是那個 拆的部分 然後我們要大概來 拍這邊 分享給大家 現在就是說 要先用這個 大碗這個精油 還有這個 硬化機 然後這個要2比1 這個就是2 這個就是1 你這樣看就知道了對不對 好 那是什麼 比例池的量杯在這邊 開始 來 2比1 這個就是 不知道 這個已經半年前開了 不知道它打開了 好 精油 我們調少一點好 這個把它調 那個 40 不要用太多 大概示範一下 40的部分 喝 再來 40的話 另外 2比1嘛對不對 仔細看喔 它現在刻度到這邊 40的話 所以這邊是要到60 簡單說的是什麼 你要把它加一半 加一半大概是在這邊 這個大概有超過40 然後這個硬化劑 這個汽車烤漆也為了什麼 硬化劑是一個竅門 打開 這個就是 硬化很久了 就是會這樣子 把它把它揪開 所以一般 這種東西就是 一次用就要把它用完 要不然這個你要拆開的時候 很難 所以 你那個 為什麼汽車烤漆牛 硬化劑 硬的時候 它能在外面風吹雨打 就是因為這個硬化劑的問題 就是它的重點 好 來 有一個洞 2比1 來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再放大 這樣才會轉押 大概 用一個稍微太多 應該是要淘汰的地方 這是一個大概一個比例而已 它不會 不會差很多 這就是 按照你的 使用方法 然後這個也有分什麼冬季 沒有冬季的 大概這樣子 2比1 你也不能淘汰太多喔 淘汰太多它有所謂的 粒 好 這樣就好了 2比1 好 縮進來 再把它鎖上 這個 裡面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你在用的時候 你要用那個 防毒面具喔 這個 具有非常高的 那個毒性喔 你說東西本身 油漆的部分就是 你要非常注意 你不能用一般的口罩 要用好一點的 然後你就這樣把它攪拌 攪拌完的時候大概 過個幾分鐘 讓它化學作用 之後你才開始會噴 我是會覺得比較好 好 來 口罩至少要用這個 N95等級的 把它帶上 等一下要準備 開噴啦 瞬間 豬鼻子 所以你說我很不敢拍這柯菜 拍這個很煩耶 你知道 然後你家沒有那個空壓機的話 你就用這個 那個 大丸這個 它這種有一個 你在上面洪西原理或什麼燒的 而這個把它打開 把那個 漆把它加進去 退寫就這樣 它裡面就是高壓的那種 氣瓶 要下單的時候 請指名白東學的 網站下單 這個 剛剛化學作用之後的 我們把它 倒進來 這設計很方便 這樣子 好 再來 你就 把這個 鎖上 還有這個 管子進去 這樣家裡就有變成一個 自然氣動式的 空壓機啦 好 然後這個 都調好之後 我們要開噴的地方 這邊 先把它弄 弄乾淨 這樣做的話 就是 這是一個 實驗給你們看 這個我以前做過了 你如果說是底漆是 非常漂亮的 你把它噴上去 你就馬上會有感受啦 好 好 開始之前看一下 你這 不能搖晃喔 你知道 你不能搖晃 來 直接噴了 剛開始噴的時候先輕輕的 第一段把它噴濕 就是 是不是 慢慢漂亮起來啦 好 這邊也是 好 等一下 大約經過一分鐘 你仔細看 這邊 是不是 慢慢 顏色有出來了 我們等一下 這個是要玩 這個噴接的部分 讓它 等一時 好 可以了喔 第二層再薄薄噴 好 這邊我們看一下 再等三分鐘 這個在噴的時候 你不能一下子 一直壓 壓太久 壓太久的時候 因為它這個是高壓氣瓶 它會 結冰 這個它上面都有講 等待的過程我們看一下 啊 這是像一個 高壓氣瓶的空氣而已 你買檔 一般來講的時候 你可以當作 那個攜帶式的 HOME PLACE 這樣子 啊 下單 唯一支持白龍學 在影片下方 有QR Code 可以下單 它有網址 啊 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如果說是一般 引擎蓋 另外 它是整面 都是有吊漆的 它只有底漆是完美的 你底漆不要重噴 你把它清潔乾淨之後 找一個 沒有灰塵的地方 盡量 用你的技巧慢慢噴 噴完之後又省一筆 但是這個部分 難度是有點高的 啊 我中間的話 大概等待了兩分鐘 因為 天色的關係開始喔 來 第三層可以噴厚了 噴厚了 對不對 這邊也是 有沒有很療癒啊 有沒有 啊 這噴氣 你知道 都拍 就都拍爬了 哦 這一次就是要把它噴很厚 啊 因為這一種 攜帶式的空壓罐喔 它 它噴起來沒有辦法像一般的 那個空壓機 那麼 遮蓋力那麼高 所以這個部分你就是要 非常 勁 然後你那個 勁於抓好 對不對 因為它霧化的程度沒有辦法像一般 空壓機那麼高 有沒有變化 要等一下 它不能一下子噴 噴太久 把那種水瓶就要打平 一氣合成 有沒有 有沒有 光澤沒有出來 它後來你等它全部乾掉 它就是變這樣子 漂亮喔 有沒有 非常漂亮呢 啊 你看這稍微橘皮這個 這個就是 在調的時候 你可以再 加一些那個 插水 你知道嗎 你可以 松香水那樣再稀釋一下 噴出來會比較均勻 但是 這樣比較濃 它是比較好噴 好不好 但是你要看這個就是什麼 它金油層 它會老化 所以金油它是會變黃 所以顏色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要整個噴的話就是 基本上整個金油層它都是 有剝落的 你不能讓它有一個骨的 它就是會變這樣子 來啦 完喪癮了啦 這邊順便啦 這是一個 實驗給你們看的喔 你們真的 要學的時候這個困難度是很高的喔 好 所以我剃冰之後 我一次就噴了啦 它這個燈殼也是 哇 這是最小隻的 DIY 漂亮喔 稍微結冰 然後我們把它 加一些吸釋劑 來 我覺得有點濃 有點濃的時候 稀釋劑飆損速度了 跟我們說這就是杏 就是漆水 插水 因為它是廠商一調好的 它調好的 那我是 直接 分享一下 那個精華 精髓給你們看 轉開 稀釋劑一般 大概 十幾% 你就加一下就好了 這樣 這樣好 這樣 這樣就好了 再多一點點 再加一拔 因為它剛剛噴出來有結塊 這樣 你把它揉起來 待會再噴就比較好噴 我的經驗是這樣 但是現在外面的氣溫大概是 13-14度 現在剛好就是 寒流的時候 好 來 把它揉起來 拍這個噴漆 看似簡單 這塊就很煩 但是沒辦法 這就是百合學地阿教師的一種 價值的地方 好 然後我們抓上面 然後像這個它已經褪色 這個就沒辦法了 這是這樣噴給你看 你看是不是 噴出來是不是很好噴 有沒有 它也比較不會有橘皮 對不對 所以你要加一些擦水 很讚 它乾掉就會變這樣 這也還要算一下 有沒有很好噴 有沒有 有沒有很好噴 有沒有 這就是百合學的實力 你知道嗎 你這稍微有橘皮這個 你也是可以再稍微撞一下 因為它現在是比較細的 然後你如果說真的在噴一層上去的時候 你就是要一下子要噴整面的 你不能 不能只是噴那個地方 有沒有非常漂亮啊 有沒有 這個車門 你看 這都變新的啊 對不對 但是你要去把館上 灰塵要穿就穿去 輪符的部分 再來 對不對 薄薄的噴 噴厚一點 最後一層是最重要的 這邊順便 整個噴整個好了 它這金油層脫落 脫落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理會它了 對不對 不贊哦 有沒有幾台那新的啊 有沒有 有的刷油 等它乾 完上癮的 最後一層的 鳥啊車這邊 不贊哦 對不對 最主要你要這樣玩就是你要看你的底漆啦 你的底漆要漂亮啦 啊還有這個因為這個有風向的問題喔 這個地方你要自己拿捏好水 啊這個就是來底漆擦體石 啊 塗在頭上要把它噴下去啊 這個是大丸噴漆的 啊你在噴的時候就是要噴一整面的 啊這不能電腥鋪 電腥鋪會結冰 好不好 有這樣嗎 所以有時候 那時候你把它噴一噴 噴一噴它就 不會產生那一種問題 啊這個 啊這正常就是你在清表面的時候 所以你要清得 非常乾淨 哦再算一下嘛對不對 啊這在吐得清洗 最好就是要一整面把它吐起來 啊這 法拉利的尾燈 順便 讓它恢復光澤 啊這真的不要學 哦那是變新的啊 有沒有變新的呢 有沒有 這邊也是哦 來哦 有沒有 在乘托人也有全力去匹配 我讚哦 然後這邊瞬間 法拉利尾燈變全新之後 這邊啊 開始把它玩下去好了 有沒有 來哦開始了哦 這在吐得寫 吐得好寫 我一回機會而已 有沒有 有沒有 啊這要用 要用硬化劑的 有硬化劑的才行 才行 我讚了 所以這有什麼 啊 娘車要變新 最簡單的 整台都上課 有沒有 讚耶 什麼讚 啊 也小 來玩一下這邊啦 沒有 轉到沒了就要 整個 整個沒了就要 整個天課才行 你知道嗎 最主要就是要挖那個差異性給大家看 剩下這些把它噴完 還是好 你看到用那個擦水 它是不是有比較好噴對不對 要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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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去 但是這個我是建議局部 因為你如果說噴一整台的 你也是要用控壓機 要不然這個它沒有辦法 輸很多的 它沒有辦法很長久一直噴下去 兩邊是不是有天壤之別 對不對 這也是跟我們局部在噴而已 要不然你如果一直噴 它會結冰 這漆漆也都會這樣轉 你看一下 整個已經結冰了 所以這就是 就是你少部分 你大概在家裡噴一片門 是可以的 那要是垂直的 那你如果是完全平面的話 你再噴沒有辦法倒噴 那如果有一個比較好 有一種專業風箱 它是可以倒噴的 簡易的 分享給大家 因為這台牛車買了是要退役的 那這個部分以前我都用過了 那 但是 有這個 時空背景的機會 就分享給大家 所以你看這個 它的策略有沒有 它又非常積極 它有一些藍 有一些綠的 它就是它的金油層已經變暗了 這樣子 這個大概隔天它就會乾了 現在還不能觸碰 這邊 這是 非常漂亮 尤其是 這個地方 哪行耶 這個我們明天 等它全乾 我們再來驗熟 所以這就是白東學 柯菜的技術 你看這邊 它就是 這就是沒有金油 沒有金油 它就是沒有辦法直接拉過去 所以這種漆的話 你如果說 人家說兩遍做這個什麼 它打的時候這是地產 你最主要是要靠 金油去把它襯托出來 這療癒 所以這個 DIY烤漆 這就是它的 好玩迷人的地方 來我們接下來車頭 你看 哇 有差喔 同學 有差喔 我這裡是要轉整個 但是我覺得 轉整個 是說這個 工程性還好大的 所以一般 你如果說標準 不會很高的 這個 以業餘來講 非常好用 來 DIY 在家裡沒有空壓機 高壓吹塵器 這個買下去 這個 我的小孩選配的 買起來還有多少錢 你如果說局部 摩托車 像這個板 你要下去重烤的話 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你不用 為了噴氣 再去買那個空壓機 它的特色就是這樣 高壓器屏 它就是 你把電到已經 流汗到旁邊去休息一下 然後 最基礎的 精油 這個部分 然後 映化劑 二邊這樣一組 西四季 我是覺得這是必要的 這就是 你如果說 在冬季的時候 夏季 你噴出來的時候 它很快乾淨 很快乾淨 你就是要稍微調整 你像我剛剛調整之後 是不是再噴 就很好噴 對不對 所以 三樣一起帶 CP值最高 看這個 這條車 你看 噴起來有金嗎 有金嗎 很金 最後分享一下這個 噴槍 弄剩的 它怎麼保養 你可以用這個西四季 把它倒一點進去 之後 這個 攪拌 洗洗 因為它這個硬化劑 它如果乾掉的時候 乾掉的時候 你是洗不起來 就這樣子 然後 另外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 你要用多 你要用多少 你這條多少 你看這金油 它也是有存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剩下的你就可以 這邊 隨便的把它 鍍磨 把它鍍磨下去 這乾的時候 它就會像 那個什麼 金油一樣 非常的 完美 好 然後 信啊 拆水 最主要在清這個時候 很煩 所以就是煩耶 來 油油 好 清潔乾淨之後 倒掉 這樣就好了 然後高壓氣瓶 噴一下 它這個出來就是空氣 把它噴乾 最主要這個管子裡面 讓它跑乾淨 這樣就完成了 基本的防護措施你要做好 好 這樣 RWD 好像是 裡面蠶有 會慢慢跑出來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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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非常多 只赞而已 教训影片在这边 下单为一次资格洞学 谢谢